HELLO HELLO 嗨 牙齒請說 對 我想說 首先我先說一下 線上的六千人幫忙連署一下 這個是就柯文哲不可少的一個辦法 國際連署 因為國際連署上面有很多的 很多人都有關注到 例如川普總統 美國眾議院之類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先 大家一定要連署 另外我想說的是 希望各位 就是希望民眾黨 不要每次都支持著 跑在民眾黨面前面 好的 你們懂我說什麼 就是每次 每次柯文哲 就是說要支持柯文哲 就是每次都是支持著跑在前面 就是如果民眾黨可以帶頭的話 我想這個可以再 可以加分啦 好的 明白 就是這個 另外現在民進黨 再打不到京華城之後 沒有證據 然後就找北四科 這個程序一定不正義 沒錯 就是說你 想方設法要入台語 所以他做的什麼事情 你都要從裡面去找查 想辦法去找出 一丁點有可能圖利 或者一丁點有可能被懷疑的東西 然後就說你有罪 你有罪沒有罪 現在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對啊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民眾黨 你們一定要站出來 就是說 例如在柯文哲的社群上面 放那個連署 柯文哲的社群 是 然後柯文哲的FB放連署 好 謝謝 謝謝連署 那個我們現在有置頂 然後也歡迎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們 去做這個連署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困著一個人的事情 如果司法可以這樣迫害一個 在野黨的領袖 那他們還有什麼可以做不到的 而且美國一些朋友 也都非常關心 台灣的司法公正 在這些事情上面 對柯文哲是不是有給他公平的待遇 那雖然我接觸不多 有幾位這些美國智庫學者 他們都同時表達關係 所以不要忘記匪薄 全世界都有一個眼睛 在看著台灣這件事情 就是盯著民進黨的 黨國司法體系 你到底叫過來